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我现在已经下班回到了家 下班之后我的同事让我去他家挖了两棵香蕉树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可以种香蕉树 我一直以为香蕉树 香蕉只是可以在热带种植 结果她因为是从泰国来的一个女生 她说这个香蕉虽然在我们这个地方不可以接香蕉 因为还是有点冷 但是呢,她的叶子包括这个就是嫩净可以食用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香蕉的树还可以吃 所以说今天她给了我两棵我超级开心 因为这个香蕉树她说你种一棵之后呢 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 她就会生出很多很多的香蕉树 而且就算是你不是用来食用 种在庭院里头它也非常的大气美观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非常开心 我能得到两棵这么漂亮的树 这么大叶子绿油油的 其实我一直想种这种大叶子的植物 一直没有想好要种什么 结果我的同事就给了我两棵 简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思来想去呢 因为这个她说这个香蕉树会串根 然后会长出很多的新的这个嫩净 所以说我会 我想来想去我还就把它种在我的这个 入口处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踹根 踹根的话也不会影响我太多的 也不会太占地方 好漂亮吧 这个颜色嫩嫩的 哎呀简直是太漂亮了 你看我现在连功夫都没来得及换 就跑出来赶紧把它种上 你就知道我有多爱这个植物了吧 我这个同事呢 因为他从泰国来 所以他也会种一些就是香草啊 或者一些植物 你比如说鱼心草 我们在国内就是也叫折尔根 他也种 还有就是西洋菜他也种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香草或者蔬菜 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换 然后交流很多的经验 我每天上班 就是就光聊这个 我就超级开心了 好了 我现在就要开始准备把它给种起来 我刚刚把围栏周围的这个草清理了一下 你看我新搭起来的围栏 因为我是第一年在农场上住 所以有些东西我真的不太懂 然后也是在慢慢学习 围栏现在是终于搭起来了 然后羊可以在里边自由活动 你看我的草就是因为养羊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割它 结果看上去就不是特别的美观 但是这个羊啊吃草的速度太慢 它就只吃一小片 那一小块 它根本就不大面积的移动 所以说要么我就多养羊 要么我还得割草 坑已经挖好了 干了一会儿实在是太热了 我就坐车里头凉快一会儿 我的后面是我邻居家的这个院子 前两天它养了两只珍珠鸡 它的两只珍珠鸡就是那种散养的 然后跑到我的院子里来看看我的鸡窝 没准我家往后就由十只珍珠鸡变成了十二只 你看在农场住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养公鸡 你经常可以听到那个公鸡打鸣的声音 很奇怪 这里的公鸡两点钟就开始打鸣了 就跟那周八皮一样 我终于把这个香蕉树给种好了 本来是两棵 在我翻土打算种的时候 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很大方的给了他一颗 我现在后悔了 我能不能说 No 我这个人就是手太松 你知道吧 OK现在就种了一颗 然后据说很快一两年 它就可以串出很多的小鸭 我们很期待吧 我的香蕉树种好了 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今天我突然就有了一棵香蕉树 你说说让我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 我之所以喜欢这种园艺 其实我自己并不在行 但是我每次就是翻泥土 播种 包括割草 这些泥土还有青草的香味 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 好像有治愈的那种效果 就是让我很安静 很能特别安心的 安静的享受这一刻 所以说这就是种植给我带来的乐趣 而且每当看到这些小苗 小树 小开花结果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很疗愈的效果 而且每次站在这个院子里的时候 跟这些绿树青草鲜花 这么亲密的接触 我都感觉真的能享受大自然的这一切 是一种福气 真的是一种应该值得珍惜的这种感觉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下班之后今天又忙了什么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